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幻慢地幫我們送上餐點 謝謝 咖啡來了 好 謝謝 由賴店內的服務人員 都患有年輕型失智症 深信樂觀的邱大哥 很喜歡和客人聊天 但在對話中 難免會出現停頓和空白 這就是這間咖啡館最大的特色 我記得是我會送錯咖啡 然後送錯我現在都跟他們講 這杯我請你 這麼大方 因為不好意思再拿回來了 比如說在咖啡館工作 很常會忘記東西 那你怎麼記憶呢 這是我的祕密 沒有沒關係 來分享啊 我如果有要做什麼事 然後又怕忘記的時候 我會寫小抄 如果來不及寫小抄 我會跟人家借一支筆 我就在手信上這裡寫 我就是依照彩虹的顏色穿衣服 所以今天我的衣服顏色 是適合禮拜幾個 紅色黃綠帶有什麼 電 電就是深藍色 對 沒錯 還有另外三種顏色 這個是我的祕密 不跟你講 什麼 從談話中就能觀察到邱大哥的不同之處 他們努力工作的背影下 其實都藏著讓家庭薪水的故事 邱大哥今年才67歲 他在十字前和老婆一同在運輸業打拼 還一手創建了公司 沒想到在52歲那年 卻因為心肌梗塞而倒下 雖然在鬼門關前 奇蹟似的被救回 但醒來後卻認不得自己的太太 確診了十字症 她的人生瞬間180度大轉變 我們其實是外傷 我們是因為那個心臟停止跳動太久了 所以我們不是像人家是那種退化型的突然 就是慢慢的發現慢慢的變化 我們是在那個 moment 他就產生了就是腦傷了 所以腦傷之後 然後基波醫師鑑定 那就實施自奔這樣 之前就是中風嘛 心肌梗塞嘛 那心肌梗塞以後又心裏不整 然後整個心裏不整 然後整個心裏不整 對 差點就不回了 醒來的狀況就很混亂 他其實沒有認得我 他知道我是誰 可是他就不知道我是他太太 那我們又覺得很害怕 怎麼變成是這個樣子 採訪當天 他和老婆無意間的並肩而坐 不管邱大哥做什麼事 老婆都會在身邊細心指導 不能看出夫妻間的好感情 一路走來已經15年了 老婆樹梅姐回想起先生剛確診十字症的時光 也讓她感嘆 這是人生中最艱苦的時候 一件事情他可能一直問你一直問你 讓你覺得奇怪 剛剛不是跟你講過 為什麼又問 比較激烈的可能就是 他很堅持要做什麼 可是那樣做下去就不對 那不對的時候 我也堅持不要讓他這麼做的時候 他就會很火 我們有時候都快要打起來了 就很生氣啊 你就會很生氣 很氣到就很想 很想皺下去 可是就沒錯 那是最艱苦的時候 所以失智者的照顧就是非常的無力感啊 因為你的照顧可能就是沒有看到成效 所以失智者的照顧真的是很辛苦的一條路 直到他來到了失智症協會 這裡平時是患者復健上課的場所 禮拜六就變成了咖啡館 泡咖啡做點心服務客人 也讓他們的生活開始有了變化 基本上我們的送餐其實非常的清楚 就是我們會給他桌號 會給他飲料的名字 餐的名字 然後讓他直接看到的時候 他拿著這個餐盤的時候會看到桌號 然後讓他送過去正確的地方 有一些就是怎麼做就是每次都錯 每次都錯 我們特意的去買的這個咖啡機是一個半自動的 不是全自動的 像我們公司就是全自動你按就出來 按就出來 這對他們來講沒什麼意義 對 所以治療師他會覺得說 那我們如果要做我們就要做這個半自動 讓他們有學習的機會讓他們有機會去錯 有機會去做 那他在跟客人對話的時候 其實他的腦筋都有在動 所以我們雖然上班 然後禮拜六禮拜天想休息 可是我都會盡量爭取讓他來這裡上班 那你對他的表現有沒有什麼評價 表現得很好啊 應該說表現得60分以上 而且一天比一天好 給你95分 唉唷太高了啦 我本來是想說80分就好了 不要客氣 是喔 那你那照片他有沒有覺得 那他有給你什麼樣子的回饋 或是做自業性的照片 我每天都很他嘴巴最甜啊 是啊 我說每天都要跟他說謝謝他 嗯 謝謝他呢 我愛他 好甜喔 好甜喔 謝謝你 好甜喔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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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你